一開金嗓成功吸引台下觀眾目光 投入感情用盡全身力氣 甚至一度唱到上氣不接下氣 但聽到這裡 有聽出小姐姐唱的是哪一首歌曲嗎 答案揭曉他唱的就是曾馨梅的紀念品這首歌 雖然tempo有一些些沒跟上 音準和原唱有落差 不過唱得這麼賣力又具有個人特色 影片迅速引發討論 有人說差點忘記原唱怎麼唱的 聽完後會覺得原唱沒味道 尤其這一句 這也讓不少人說 他偷偷加了BBOX元素 一定要練會他的唱法 但其實感情豐富到滿 出來背後藏有洋蔥 他也讓他來唱歌曲 有時候要來報告他不敢報告他就利用說 他媽媽的新聞簽沒了 要去到舞台講話說要拜託大家去找新聞簽 這小朋友很愛唱 他們唱歌曲耶 國歌曲的台詞都有啦 要不然比是沒辦法啦 一首的就要講了 給我唱非常難聽 唱什麼藝人有沒有 可以出來演拖 有嗎可以賺錢像媽媽嗎 原來一首歌的背後有滿滿故事 難怪在台上時 女子才會解放自己 大膽給他唱下去